2.7万人说我是扫地阿姨 那你们催的阿姨便阿姨女儿叫成来了 这次的妆比较清透 所以我用的是这种比较轻薄的粉底 眉毛今天用个这种颜色的染眉膏 眉毛中间往后扫一扫 它这个颜色就很自然 一定不要用眉笔把边缘给框死了 就让它这样有点毛绒感 乱乱的 斜角的细头 非常适合新手去画 很好操控 用这个颜色先打个底 这个颜色我在刷眼皮的这个折子里面 范围不要超过刷眼皮 下眼尾呢用这个颜色 用一个这个闪眨眼的亮片去提亮眼头 棕色的眼线胶比 轻轻的画一个圆形的卧衫 中间宽两边窄 睫毛我是有贴甲睫毛的 但是还是要先处理一下我的睫毛 先用一个睫毛打底 让它翘一点 这个睫毛打底它的定型效果很好 很多姐妹在贴甲睫毛的时候 挣扎分层 就是因为你的睫毛不够翘 睫毛膏呢我还是会刷一层的 这样会更加的浓密逼真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 睫毛的那种存在感 看看 非常翘 但是还不够 为了能够多蜜几个秀男人 夹睫毛安排上 经常一点 这是一个妆匠食品 看好啊 这个是鱼尾单醋的 我平常是经常贴的 就是这个款式 我贴这双夹睫毛 就经常会有人问 这是不是自己的睫毛 我不跟你们说的话 你们应该都看不出来 前面这四根都是夹睫毛吧 下睫毛还是用刚才这两个组合 一定要细长细长 眼尾这个地方我没什么睫毛 所以还是需要强调一下 用棕色的眼影 还是刚才的眼线胶臂 防水的 所以呢可以放心的去填一下 内眼线的这个地方 这样呢 不会让你的这个睫毛有缝隙 外眼线平着拉出去 不要让它太糙 用的是很淡的一个橘色 我们有今天来一个这种颜色的 带一个米童 把这个保洁阿姨睡衣给穿上 我这种颜色就会有吃的 我这种颜色就会有吃的 都已经 承回来